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5月20号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 每个月的一次生长点评 现在是石榴树 石榴树上个月还没有开花 现在是满头都是花 非常多的花 非常好看 非常美观 同时你可以看到这个花 它都是开在枝头上 所以说就是你的这个石榴树 让它有很多的枝子出来 这样的话有利于高产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石榴花 它接了很多 很多都会产生果实 那么那些果实 所以就非常的 而且都长得非常的好 非常大 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果树 不管它 它都能长得很好 那当然了 你要给更多的水分和 营养肥料 那么它会长得更大 下一个就是扶手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得非常的疯 非常疯狂 长得这个枝子叶子都出了很多 但是它不会有任何果的 扶手瓜它一般的是在冬季和秋季才可以接果 所以现在基本上有些像花蕾一样的东西 冬花蕾那都是最后都出来一些新的枝叶 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枝叶 枝叶的话 那么它长出来 你都可以Cut的 Cut掉以后 然后去做这个龙虚菜吃 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些枝头呢 都Cut掉 然后长龙虚菜吃 我们有一个扶手瓜龙虚菜的视频 欢迎大家有兴趣观看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它 不要让它疯长 那么下一个再进入我们视线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杏树 那么这个杏树是第四年 第四年呢 开了很多花 但是好像只做了两个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果是已经出来了 还有那边也有个果 所以说这杏树呢 它是长得非常的枝叶 非常旺盛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 这不缺什么营养 所以我们也不用管它 最主要的是 就是要进行适当的减脂 看到的是五花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五花果结了大概得有几十个 它是一叉一叉的 那我们都可以看出 它结很多很多的这个五花果 那么一个季节呢 它大概都能结到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 那么这个五花果也是 我们不浇水 也不给它施肥 所以说基本上它都能结非常大 因为根部非常的发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 树干特别的粗 那么根部非常的发达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是往底下伸 不会把我们的这个地给撅起来 那么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枣树还没有出叶 那么突然的就是一两个星期之内 就出来很多的叶子 出来很多的 而且每个叶子这个地方都已经有枣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枣 就开花的这个枣 那么都是一些这个枣 你们可以看到 这些枣非常的多 那么可以 就是当然很多都站不住 都会掉下来 那是OK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枣 枣树非常的神奇 出叶就开花 不就结果 那么等着果熟了以后 然后叶子和果一块掉 现在目前看到的是 我们的这几棵橘子 橘棵的树 那么这个橘棵呢 一花已经都结完了 结完了以后 现在落果期也已经过去 你看落果基本上就是 落得不吃太多 那么落果已经落完 然后现在呢 那么这些这个橘子呢 都结了大概有 有不到一寸左右 所以说现在就进入了 这个疯狂的这个生长期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要 供应足够的水分和营养 你们看 你看这个地方 已经长到有一寸左右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保持 足够的水分 那么这一棵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grap fruit 那么grap frui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也是这个结果 都结了很多很多的 我们都很多 也都是大概不到一寸左右 这个橘子 现在是莱蒙树 就是我们的柠檬树 那么柠檬树呢 你看它的果实 已经有相当的大了 有一寸半 将近两寸左右 所以说呢 这个你看 而且它有的时候 一边开花一边结果 所以说这样的话 就是非常的实用经济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树上 还有一些果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树上呢 这一棵树呢 上面也有 已经成熟的 lemon 还有这刚刚开的花 那么还有这个 刚刚的这个 长成大小不一的 这个lemon 所以说呢 这棵树呢 仍然就可以让我们 始终不断地 都可以吃到 新鲜的lemon 它长得比较小一点 因为这个青柠檬 比较小 我们有这一棵树 长得你看 非常的旺盛 那么它长得 就是结很多果 那这个青柠檬的特点 就是比较香了 那么从我们这些 这个橘柯的这些树 叶子来看 叶子还是很大 然后又是亮亮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橘柯的 这个树的这个营养 是不缺乏的 那么我们主要的是 保证它的水分 要有充足的水分 这样的话 它就会充实这个果实 让这个果实长得很大 下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四个大美女 就是我们的 阿波卡朵树了 那么这个阿波卡朵树 你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结了很多的果实 你像这颗美女 它浑身全是花 花比叶多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 它这个生产能力 非常的旺盛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 都已经结了 阿波卡朵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阿波卡朵 看到了吗 阿波卡朵都已经结果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阿波卡朵 都已经形成这个果实 就是 它很有意思 它都是每个尖上 顶着一个 阿波卡朵 看到吗 这是每一个尖上 都顶一个果 你们可以看到吗 每一个尖上 都顶个果实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 结了很多了 都有一二百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棵树是非常好的 它品种是 那么阿波卡朵树 有个特点 就是说 它每年呢 它虽然是 世纪长青的 但是它的旧叶子 会在四月底 到五月的时候 在它开花期间 全部掉 然后呢 花长了很多 然后新的一枝叶 新的叶子 就开始生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些叶子 都有一点的 这个 中红色 有点红色的这种叶子 而且呢 非常的亮 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叫它们 四个大美女 从远处看 确实它们非常的美 你看 亮亮的 这个叶子都是 非常的亮 光亮 光亮光亮的 然后 这个 非常的绿 然后这样的话 让我们这个后院里边 充满了一种 就是蓬勃 兴旺的一种感觉 所以非常好看 那么 你看这四颗大美女 那么我想额外的评价一下 就是我们这颗 最边上的这个 hash 这个hash 这个品种 海湿品种 那么这个hash呢 因为我们把果实 留得很晚很晚 没有栽 所以那么 它的花期呢 就过了 过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 它在这个今年呢 它这个开花很少 但是呢 它的这个叶子长得非常的旺 那么 枝叶长得非常的旺 那么 我想的话 这个 这个大美女 今年要好好地长长身体 然后明年呢 它一定会恢复一下 修整一下 然后明年会接了很多很多的 那么 去年呢 它接了大概一二百个 修整一下 明年可能会接的更多 你看多漂亮 亮亮的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这个mandarin mandarin就是那个剥皮的那种mandarin 所以这个呢 非常的甜 非常好 那么今年呢 它 长了 突然长了很多很多 然后长了一大头 这基本上从这个地方 全是今年新长的这一部分 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叶子非常小 因为刚刚开始长 长出来的新叶 那么开了不少花 然后呢 你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在结果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叶子呢 这个因为它今年刚刚长出来 所以呢 这个营养就花了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颜色 是一种黄的颜色 不过我不担心 因为这个很快呢 因为它是mobile的一种 营养元素 那么很快呢 它会慢慢地 都会变得 变得绿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这颗mandarin 是长得也是非常好 而且结果的呢 现在已经结了很多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果是相对的比较小 但是呢 都已经结了 开始看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mandarin 它们会结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最主要的这个任务 最主要的就是要提供 这个这两颗mandarin呢 要有给它们加营养 那么加一些肥料 然后呢 同时也保证水分 让它们能够充实果实 而且让那个枝叶呢 同时还要长枝叶 那么枝叶呢 会长得变得又厚又大 这样的话 增加它的光合作用 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西红柿 我们西红柿呢 现在都长了 大概一寸左右 都结得非常好 那么再就是黄瓜 那么黄瓜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黄瓜已经结黄瓜 我们看到这个黄瓜 已经结了 大概再有两个星期 大概就能吃到黄瓜了 我们自己种的黄瓜 我们可以看到 黄瓜都结了 结的还都不错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黄瓜 长是喜人 最主要的是不要过度浇水 我们的丝瓜呢 现在已经这个苗已经长成这么大了 那么下一部分就是拍蜜 然后有蜜就会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丝瓜 丝瓜呢 一般来说呢 它是夏季 秋季的时候 往往才猛结 春天的时候呢 它要求的温度比较高一点 所以说呢 春天的时候 它生长缓慢 不过不用惯了 它会慢慢地结很多 看这丝瓜 我们的豆角 那么豆角呢 已经攀卖 已经长得很高了 长得很长了 那么可以看到这豆角 有的已经开花了 大概就快结果了 豆角已经开花了 那么豆角呢 最主要的是 要保证它有这个可攀的 这个藤子 要叫它能攀上去 那么只有攀上去以后 这个时候 在这个藤上开花结果 所以说呢 就是要早早地 把这个架子给它搭上去 而且能让它通风 透风 这样的话 它就会很早就开始开花 结果 在这些角落里 我们还种了一些南瓜 那么现在都长得非常的旺 叶子非常大 这个时候 我就叫它顺着这个 篱笆的这个角 然后让它爬 然后它就会结很多的 这个南瓜 那么这个是葫芦瓜 那么葫芦瓜呢 它不攀腾 但是它长出来 就会就是这一颗 然后它就会结 不停地结瓜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开花了 在地下已经有花出来 我们可以看这一颗已经出了葫芦了 已经长长的一个瓜已经出现了 就是它已经开始长了 那么长出来的这个瓜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西葫芦那样的瓜 然后炒得是特别好吃 最后谈一谈我们的这些土豆 那么我们有一个视频 就是谈土豆发芽了以后 然后把它种在地下 你看现在长得多旺 长得很多很多 非常旺 非常旺盛 那么我们都控制它 不要轻食我们这个 这么一小块宝贵的土地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控制它 让它只在这个篱笆边上 这个地方 给我们长一些土豆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土豆呢 就是长得非常的旺 绿绿的 那些土豆也是 你看长得 叶子也很好看 那么就把我们这个地方 乱七八糟也都挡在后面 所以长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很接很多的土豆 那么一旦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它像 它就会像cluster一样 就是一串一串的 然后你就把大的剪出来以后 小的然后再逐渐长 再逐渐长 所以这一块地呢 它会 你只要浇水的话 它永远都会有土豆出来 所以说非常的好 以后谈一谈我们的这个 大绿叶菜 你看长得非常的旺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留了一棵 剩下的都拔掉了 因为什么我们实在没有地 所以说就把那些 所有的都拔掉了 只留了一棵 那么这一棵呢 你看它结很多的果实 那么结很多的叶子 就是这个我们吃了 所以说你看 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 绿叶菜可以吃 那么 而且呢 这一棵呢 我们留下以后 然后让逐渐地掰以后 然后让它 长出 长出这个 种子来 然后我们到明年的时候 我们继续开始种 如果地腾出来以后 冬天的时候 我们继续种下去 然后让它们继续长 长新的这种大绿叶菜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韭菜 它长得也很旺 就是可以看出这些韭菜呢 虽然不粗 但是呢 它口味挺好 那么目前来说呢 我们还不想分根 不想把它折腾一下 然后它们长得 还是很旺盛的 那么我们有个韭菜 不折腾 不旺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 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 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 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